分布市场博弈状态 它到底最真实的分布情况 到今天为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那之前我们看资金是涌向了创业版的新股 那现在呢又继续抱团在消费当中 那么这些资金未来的走向 以及他们瓦解聚合聚合瓦解 这种密密麻麻的分布 到底是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今天我们也会探讨 那未来市场的可能性 还有市场的操作策略 今天也少不了要谈 三位嘉宾介绍给大家 分别是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秦简 还有我们的私募基金经理吴文厂 还有来自江苏百润银的市场分析师王伟 三位晚上好 这一时段您可以通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加入到公司与行业的微信平台 您也可以在抖音 还有这个快手当中 来观看我们的一个直播 也可以和我们互动留言 当然了抖音快手的网友 我们第一条的这个互动就来了 说不背不洗的市场 现在是不是还存在不确定性 一 存在 二 不存在 那其实就是看跌看涨 对未来大家简单的一个方向选择 那其实吴文厂 刚才我们在介绍整个市场的时候 我们今天单刀指入 就来说说现在整个市场 你观察盘面过程当中 这种筹码博弈 资金交易状态 是一个什么情况 你给大家先描述一下现状 我觉得在成交量萎缩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这个有的时候我们说 涨的时候不放量是不行的 这点我觉得基本上我是认同的 但是可能我不认同的是 突然之间成交量突然放得很大 但同样下跌的时候呢 成交量萎缩我也是认可的 认同的 这也是正常的 如果下跌的时候 成交量始终不缩 说明什么 说明抛压是始终没有终结的 那这种情况下 这个是没有办法去进行 抄底的动作的 那么或者换言之就是 在抄底的过程当中 不断地被换手给换掉了 所以成交量 这个市场在下跌的时候 成交量萎缩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是不能持续萎缩的 成交量一直在 处于一个相对 这个比如说 两三个月里面 比较低的一个状态的话呢 这说明市场整个的 上工的这种意愿 其实相对比较弱的 尤其是从大环境上来说 相对比较弱 我们其实聊过 这个之前军工 成交量持续上 这个价格持续上涨以后 这个涨到后面 这个我们 根据我们的这个平时 这个了解 包括说涨到后来 对于盘面产生的干扰来说 最后变成它一支独秀 而且它的一支独秀 伴随了成交量的下降 也就是说大部分的钱 或者说大部分活跃的这些资金 全跑到一个板块上去了 这个对市场的干扰是比较大的 七月份刚起来的时候 军工其实是这个 看上去涨的是非常不错 但是大家可以再回头看一下 不管是银行 这个券商 还是说部分的有色品种 这个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其实上涨的幅度都很凛冽 其中有相当一批的股票的涨幅 是非常大的 但是银行是大家可以看到 大部分是全部回完 回到七月一号启动的这个点 然后这个部分的有色回了一小半 然后这个券商 基本上在半山药这里 全部横住了 军工基本上现在也基本上回到 这个一小半的这个位置 有些已经回到一半了 大部分中轴应该是三分之一 回到三分之一这个位置了 那么其实我们现在就在想 如果一个板块的上涨 最后导致的结果是资金的这个聚集 以至于成交量萎缩 不能够鼓励其他更多的板块 去进行换手 那么它和过去的这些 酒也好 药也好 其实就没有太大的区别 所以我想说的是 不管是之前的这个军工 还是上两个礼拜的农业 还是这两天的创业板 我觉得道理是一样的 就是当大量的活跃的钱 全部集中在这一块 而成交了始终保持在较低位的时候 其实市场的赚钱效应是比较差的 所以为什么最近这段时间 我们创业板或者深圳我们不说 就拿上证指数来说 其实你说它跌的很多吧 谈不上 但是个股的沙场力其实非常的大 明白 刚才今天 吴文昌是描述了现在市场 同时也把资金在军工 在创业板 在这个农业当中运作的这个思路说了 这颗市场是不是现在还是需要在存量资金 有一个筹码交换的过程 才能完成下一波市场的这个主线的一个观察 因为上次你说了 缩量是好事 要等 等下一个确定机会起来 当时你是一口咬定 新循环我是说 你是先循环 新的循环要开始 那新循环要开始 对 那么 上一次两周之前 我们说我们就是把军工逐步就了结了 然后我们是 我们当时觉得新循环应该是在 蓝筹股中展开 顺周期里面 保险 当时提到了保险 对提到保险 因为后面就正好保险涨了一下 但是最近不是有跌回来了 慢慢又调回来了 保险 包括保险 包括银行 包括地产 我们认为是在顺周期的里面 那么个别的还有一些 比如说我们认为在影视传媒这种 就是说 我当时说是逐渐改善的一些品种 就是说 我们认为就是从二季度开始到后面 我们不看一季度吧 从二季度 三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我认为如果正常情况下 这些行业是应该逐渐调整 而且股价并没有充分反应的 我们觉得他们是一个新循环的一个开始 当然新循环在刚开始的时候 总会比较坎坷的 就像我们两个多月前讲军工的时候 你也不会认为军工有什么戏 是吧 现在大家我知道 这两天问军工的 这两天反而军工会 大半是踏空的和套牢的 因为套牢肯定就会问 是吧 因为当时没有就不关心 调一下 大家觉得好像可以买了 但是买完发现还在调 那肯定就会去问 因为往往都是这样 就是没涨之前你总觉得看不上 是吧 涨多了就会觉得 就会特别的关心他 去问各种理由 这是人之常情很正常 我们当时是这样的一个观点 然后后面我记得就是 后面立刻就市场不是起来 就涨了两天 但是我也说了就是 我现在还是个观点 我认为上阵肯定是会去创新高 这个时间应该是在 我当时认为就是从那个点上 一直到10月的上旬 就在这段时间里面 上阵还是会去创新高 但是我也认为就是 这种创新高不会是那种 把头扬起来这样 很猛的这种去创新高 它应该是这种 是这样的一个创新高 我们类似的一种结构 或者走法 就比如说大家看到过 那个三四月份 美国那个就是大跌 那个疫情 以后市场不是有一段 从四月份左右 走到我们七月份爆发当中 市场是这样走的吗 就每一次一创新高 就会调整 甚至于这个调整 能把前一波涨起来的 这个涨幅都能吃完 然后再上 它每一次都是这样 涨上去放个量 那么掉回来又把量缩掉 就是这样很坎坷的 就每次新高 可能离前面都不远 我倾向于主板会采用 这样的一个走法 那么直到现在 我也没有改变这个看法 我认为还是这样 主板九十月份 有可能再创新高 对 我们现在是八月多少号 好像就八月底了吧 对吧 我认为压制主板 主要的一个因素 可能为什么这波 包括银宝地起来 都没有完全能够 聚集大家的这个力量 主要是两个原因 就是在机构层面上 第一个 还是很多的机构 对于经济付出 包有一个比较怀疑的态度 在观望是吧 对 还在观望 要看到更确切的数据 光是看到利率的上升 那么大家会有多种的猜忌 就是说 到底是主动地收缩了货币 还是因为对资金的需求提高 导致利率上升 因为利率上升有两种情况 一个是可能缩减了供应 那就可能是央行的主动调供 还有一种 我们其实看到的是 央行最近还是在尽头放 但是为什么国家利率上升 那么就跟我们的经济活动 开始旺盛 对资金的需求开始提高 我们觉得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这个东西在后续的 随着时间的退移 再到9月份 那么到9月份 很多公司可能 三级报慢慢要录出来 那这个时候 大家会知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看到的 可能付出的证据 还是比较明朗的 还是比较明朗 包括我们最近人民币的升值 就可以看出来 其实我们对整个的中国经济的预期 包括世界都是会比较看好的 那么机构比较犹豫 导致什么呢 导致他们不愿意在顺周期品种上 追得太高 那么买一波之后 可能会等他放回来 到一定阶段可能再回去买 他们还是主要集中在了食品饮料 这种相对觉得比较 他觉得比较确定 他觉得比较确定 或者说他本身 食堂比较高的情况之下 他继续在这类品种上 规避其他科技也好 医药也好的波动 在这个上面 去找回他的静止平衡 我们叫对冲 对冲掉那部分的下跌 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 就是像食品饮料里面 像酱油啊白酒啊 最近不管中报如何 他们都还是继续会有资金去买 去维持住他的这个市值 是这种情况 第一个是 是这个 是机构的这个反应 第二个就是 我们这周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 就是说 在创业版那个改革的 促则之改革的第一批新股出来之后 我很理解市场的这种行为 我们当时也做了一些预备 就是说 大家会模仿科创版 第一次上市的时候的情况 科创版第一次上市的是这样的 我给大家重述一下 第一天上市是科创版 有相当多的第一天的新股 打出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涨幅 当然上市是冲高回落 我记得是涨到中午冲高回落 然后从上市的次日开始 对第二天 次日开始 科创版这批第一批的新股 就得到了这个大家的追捧 因为我们中国叫逢新必炒 或者说每次改革第一批 大家都觉得会是比较 情况比较好 当时的炒作可能是分了好多天 大概分了两周左右的时间 我记得是逐步逐步的 绝大部分第一批新股都克服了上市首日的冲高的高点 然后到全部都 几乎都克服上市首日冲高高点之后 第一次炒作结束 那这次市场就按了一个快进键 快进 因为看到前面 他看到前面那个榜样了 对不对 按了一个快进 好 这个快进一按下去 我们看到了就是相当多我们叫站在C位的朋友 就两天里面带动了大幅量的赚钱效应 就感觉哇 这个钱真的真是快 我记得上市的第二天有一个票 好像一天涨了百分之六七十吧 是有这种情况 然后他激发了一个什么行为呢 激发了一个大家去挖掘低价创业板 然后这样的行为 我们看到所有的20以上 因为天山生物启动是从五六块开始的 然后我们看到大量的五块以下的 是表现至为突出的 遇到这个情况之后出现了什么呢 就是我们看到这两天创业板的成交量大幅增加 而这个大幅增加呢 它并不是增加在创业板的权重股上 我们看到创50啊什么的 其实表现就是一般般 除了个别票 新股和低价 宁德这种 它完全体现在新股和低价股上 然后吸收了市场大量的成交量 几乎把所有的其他的题材都给 都给打了个遍是吧 包括前面的军工 农业 还有哪怕像这种军政 或者说什么限速令 我数得过来了 限速令 元气森林 代糖 所有前期热门的题材 全部把投机资金吸掉 包括像昨天 前面还比较坚定 像是中期产业这种票 今天都被 都被直接被摁掉了 对吧 被闷杀 那么大的成交量都被 都被闷掉了 就是他把所有的投机资金 全部吸过去了 好 这就导致这两天出现了 除了那批股票之外 所有其他股票出现了资金的真空 所以刚刚小福说 数量不好 那我觉得它是有一个 比较特殊的情况在这里的 所以这个是大概我们遭遇的情况 但我认为呢 我就我赶紧说一下 就是我认为创业版 那个东西呢 它会导致近期创业版的走势 会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 我不好 我也不敢说 创业版这个东西会炒几天 但我知道它一定比 平时我们炒机材 结束的快 对吧 这个原因我们后面再讲 在它结束之前 其他人想好好的涨 比较困难 有没有结束标志 结束标志嘛 结束标志就是 先要看到有人吃大苦头 比如说一天 两天亏掉个40% 这种事情 然后可能就开始要 要结束了 我觉得今天其实有些迹象 已经不达好了 好吧 大概就是这个情况 但我对主板那个观点 是不会变的 也许当中会有些坎坷 但我觉得大的方向 是不会变 投资 大家投资者 现在只要做到就是什么呢 把自己组合的波动率 稍微限制一下 因为就是怕那边 产业量太大 吸资金之后 出现短期的这种 这个调整 或者说是这种情况 你波动率稍微限制一下 等待机会 那王伟 从观察整个市场来看 现在两位都谈了 主板 这个可能 污温厂更谨慎一些 它的指数系统性 现在处于模糊 但是在操作上降仓 这么一种状态 其实是谨慎的 但是刚才 秦健非常明确 就是主板还有创新高的可能 只要给时间 一个半月左右 9月10月 但是创业版 他觉得看不清楚 这是他的一个观点 从技术上 给出我们答案 就是现在 这种急剧的资金 腾挪 变化以后 现在市场发生了 什么样的变化 在技术上 还能说明问题 还能找到答案吗 这个 其实从技术上 基本上现在也是比较乱了 各个板块都在 不断地在涌现出 好像似乎是很多 很题材在里面 但是从整个市场的 这个人气来讲 从环境来讲 我们觉得 这个资金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你想想 这个首先是机构 现在是公募基金 是这个规模增大的 散户是不断地在进 因为开户量也在增加 同时正好这一次的 这个人民币 贵率也比较坚挺 一定是吸引 更多的外资会进来 所以从量能量来讲 它是可以至少能保住这个位置 技术上这个位置 那么从信心上来讲 可能主板的信心稍微差一点 而且主板目前是在3400 前期到3450这个位置 是老实问不上去 最近是出现了辉调 而且是缩量的辉调 刚才吴老师也说了 缩量没关系 就是怕一直持续的缩量 其实我们现在也比较担心一个问题 就是3300点这个位置 缩量到这个位置 能撑得住 可以往上上 但是撑不住的话 它需要一个下探 因为整个市场 你没有赚钱效应以后 必然是要往下 技术上往下打一下 打一下以后 再快速地拉伸起来 这个是技术面 那么对于创业板 我觉得因为现在并不是机构在主导 很多都是在游资散户在操作 其实你是搞不清楚散户 它的一个行为的 甚至我们说可能还有一种 利用创业板去散户化的一种感觉 因为大家都会发现 我们现在也发现身边的朋友 就是好像我每天都看到20%的涨停 然后我就想进 我没有10万块钱 不行 我要凑10万块钱 把这个创业板开通 然后结果最后就是 我进去以后发现 要么进不去 要么追进去第二天 就是大亏 所以这种状况 我认为不具有持续性 所以创业板 短期内因为量能已经是放出来了 可能会有一个上攻 应该说还有一个上攻的动作 但是这种上攻的高度不会太高 2600 2700 现在是2600多 到2700 然后再打下来 后期的话 最终最终 因为机构还是主导在主板上 而且我也很特别关注的是 我们一些趋势的机油股 以及大消费板块 包括不单单是基础消费 包括科技类的电子消费等等 应该是我们接下来关注的一个重点对象 其实刚才三位陈述观点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 其实他们几位 其实在放不放量上 其实有争议的 其实像吴文昌刚才就要表达的 就是整个市场 我们看到真金白银进入一个板块 拉升 然后气高就低 坐高了 然后回撤 然后出 然后再找另一个板块 有一个筹码交换的一个过程 有一个就是资金兑现 重新寻找下一个板块的过程 好像从勤俭的这个表述当中 似乎现在是不是发生了一些变化 是不是市场 这热点是 就是整个此起彼伏 你也看不清楚 你想看个究竟 好像也无从下手 是不是现在发生了这样的变化 有吗 其实热点没有此起彼伏 其实这两天市场上只有一个热点 就是低价创业板 然后 这叫环保 环保不是的 因为我是操作的 我知道的 就是说 我们之前觉得环保不错 我们在创业板起来之前 去埋伏了一下 但是 后来发现了 就是说不是环保不错 而是低价创业板里面 绝大部分是环保股 正好巧合了 跟创业板那个指数 都是医药股又巧合了 因为在所有的新兴行业里面 我们都经历过一批 就是正好是政府 国家比较支持 然后大量的去上市 然后一批一批 有一批是环保 这是环保这几几年的事情 是上一波 那个我牛市的时候 一三年一三年 二年五的时候 然后突然有一大批上来 对吧 然后这个是有一批 然后都有这样的很多 但其实经过了 19年到20年 大量的这个创业板的 新兴题材的挖掘之后 我们看到创业板的 最主要的像医药 像科技 绝大部分创业板 都已经到了一个相对 价格比较高的位置 但所有的 在五块以下的创业板 你会发现 就有一个行业是 一直都没有涨 甚至于股价还在往下跌的 那么就是 其实就是环保 那么我们当时看到 我们当时觉得市场 上周末 我就觉得 在这个位置上 很有可能 就是这周会打一些低位创业板 对吧 我们觉得环保这个行业 可以的 去布了一下 然后 走到昨天 我们就会发现 就是说 他们事实上 不是在打环保 他们只是在找 价格便宜的创业板而已 就是是一个纯粹的筹码博弈 你觉得是个巧合 对 这是个巧合 所以 所以我们当时一看 本来看到是有资金 现在已经在今晚 看是什么回事 可能环保有什么 我们当时找了一些理由 有人问我 你为什么看环保 我说 你要听真的假的 我说假的理由就是 什么环保 有大基金 是吧 前面有出了一个 环保大基金 跟新变大基金一样 对吧 然后有一个基础建设的 REITS 对吧 我说 这个都是理由 因为都没掌握 有可能 它有赔率 我们可以去埋伏 看一看 那么我们就埋伏了一些 低微的核心的环保品种 然后到这两天 一坐下来 一看 所以昨天我们就 把这个就发掉了 因为 它不是去炒核心的 那些环保股 或者说业绩好的 或者说我们觉得 有可能业绩进行反转的 提升的这种公司 它完全就是照准了 那些五块以下 相对质地比较差 没有机构 关键是没有机构埋伏 就是油资资金 可以完全收了算 打20%就20% 这个20% 不会有人给你砸开来 里面没有大的 那个机构在埋伏 可以一下子 把板砸开了 这种人 他没有 他们完全是做 这种东西 所以我觉得大家 不要去看 炒环保股 然后自己就扩散开来 去找环保 那我可能觉得 你可能会要吃药了 他们只是在找低价 我们看到起来的 比如说 几个比较强的 长得比较强的 天山生物是做牛羊肉的 它是按照最近 那个牛肉涨价的一个逻辑 然后跟随的是西部木叶 是吧 这两个是一起的 尖锐沃能是做 今天我人是做 叫什么电池 什么新能源车 新能源车这块的东西 它跟环保也没有关系 然后剩下的比如说 然后你看到 永清环保是低价的 包括这种 很老的像 蒙草生态起来 它也是低价的 科荣环境 也是低价的 全是都是两块 都已经涨了70%了 都是两块 三块 两块 三块 这种东西 所以这只是一个低价股 环保股比较多 我觉得这是一个 重叠的巧合 那么大家说 9月1号有一个雇费 那么雇费里面 机构我们看到最主要推荐的 像汉兰环境 或者说我们看到 像做雇费的 比如说格林美 格林美是做雇费的 但它不是300 你看有人去买它吗 没有人 一点资金的迹象都没有 为什么没有人买它 不是因为我们在炒环保股 而是因为我们是 打低价股 环保股特别多 所以我不同意说环保 我觉得现在市场 已经形成了 所有的投机资金 都到创业板里面 去炒C位票和 低价创业板 然后其他的乐点 大部分都被打得熄火 那我唯一还能看到 有一些资金 正在弄的就是顺周期的 我举个例子 传媒有的 还有比如说 大家有没有发现 最近像上海机场这种票 它不是 它不是创业板吧 对吧 它是 它自己就开始 慢慢慢慢 上海机场就开始往上走 那么都是针对着 经济复苏 大家的生活 开始回归正常 然后它是往这个方向走 那么这些波动 不大的票里面 你可以就是波动小 你可以看到这是趋势 而在这种 创业板这种 特别高波的情况之下 它不是趋势 它就是抓弹性 所以大家做这类股票 我觉得呢 输得起 可以玩 你想一天挣20% 那你有一个觉悟 一天输20% 甚至输更多 你能接受吗 我觉得能接受 你就能做 我是不能接受 所以我就算了 我说我昨天就把埋伏的都交给它 我就蹭一口就拉倒了 就好吧 就不做了 我不同意什么 其实这个风险天号的 这个含性 被我们这个 这个吃不消 这两天整个市场给撑大了 是吧 那吴文昌 刚才我们也提到 整个市场 我说是不是有很多 这个热点此起彼不乱了 刚才秦简说 没有 就是一个热点 就是创业板的新股 和这个低价位的股票 都集中在这 那刚才也说了 这毕竟要散啊 不可能天天20% 大家也扛不住啊 扛不起啊 那如果说创业板新股的 这些资金 慢慢分散开来 今天就有这些迹象 他们会有几种可能 会有几种流向 因为打创业板的这些钱呢 还是这些钱 我们就说了 就是如果有些东西 没有出趋势之前 我记得2018年当时银行 我印象特别深刻 那个时候是武林游院长的开始 然后这个2018年 2019年 2018年 2018年打的是银行 一季度的时候 然后呢 你会发现这个银行 整个就是所有板块 就是直的 整个直的拉起来的 那开始的时候 你看到的是什么 其实你看到的 大量都是机构 这个大家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因为经常会出龙虎板 但是我记得 如果没错的话 平安银行是从 倒数第二 或者倒数第三天 那个涨停板 出过龙虎板 大家一看不对了 就是大量的油脂席位上来了 也就是说 油脂的习惯还是这样子 油脂并不一定是喜欢在下面抄你的底的 油脂喜欢的是 你趋势已经起来了 他来帮你加速 来帮你接力 人家是锦上添花的 对 不给你血种 对对对 他们不愿意去 就是说把这个趋势给你扭过来 以后把你拉起来 这是做盘子的人 不是这个油脂 这是两回事 所以其实放在这里也是一样 我们回过头来 我想这个 这个出来的这些钱 你说他在这个位置上 马上再去打 前面强的那些 或者说前面动过的那些篮筹 我估计也蛮难的 我估计也蛮难的 这不是他们的风格 这批呢 他们还会重新去挖掘前面的一些题材 那么可能短期超跌的 前面的一些超跌的一些题材 那我觉得可能就会有机会 比如说啊 包括军工 甚至是包括农业 就是如果那么短期超跌 我统计了一下 军工呢 是一半的回到了一半以下 就这段涨幅一半回到了 比较强的这批呢 可能是回到了三分之一左右 有部分的个股出现了多杀多 也就是从原来的恐 开始的恐慌 震荡了一下以后再杀 然后连续可能五根六根七根 阴险 这种就是多杀多 就很明显了 就天天天 盾刀子就慢慢往下来了 这种呢 短期会有反弹 反弹的这些钱 就有可能是这批钱 然后农业 农业大家觉得是很好 很强 其实持续了有好长一段时间了 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这个哪怕最强的 像比如说这个龙瓶 也好 这个登海也好 这些 也是最少的回了二十 多的话三十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我今天看了 女人下之意是说 在这个位置上 对军工和农业 可以考虑起来了 就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种类型的超跌 如果他那边有风化 他一定会回来打 这点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你要知道的是 他只是做超跌 还是说重新再把你再来一波起来 这是两回事 但是我觉得超跌 应该是有机会的 这是第一个 能下手 预期要重新判断 对 你看到强度 我觉得还是看强度 但是如果说 就比如举个例子 今天的创业版的成交量 已经占到整个深圳的一版 达到了上海的80% 我记得我这些年最喜欢 有一句话是一直在重复的 什么时候我买无脑买蓝筹 就是上证指数成交量 连续 比如说我当时说了 连续五天 至少五天 接近或者超过深圳 我说我就买无脑买蓝筹了 所以我们买了这个地产 对吧 再配了一点保险 当时是这样一种状态 什么时候卖的呢 就是不瞒大家说 就是第四天 第五天的时候 这个创业版的指数一改 成交量 哗一下就变了 我记得开盘 这个没多久吧 一看 这个上证的成交量 只有深圳的0.6左右 这又回到前面那种状态 这毫无疑问 对我来说 我是不可能再去拿地产了 所以我们就开始逐渐逐渐 就是找机会就派发了 有些人差盈利了 但是同样道理 油字这一部分 他们是活钱 就是科创现在打创业版的这批 比如像C开头的这批钱 他们就是很活跃的钱 但是活跃的钱 他们是不会回到那边去的 他给你 比如说你重新再起来 包括 就前面他说到了 后面 当经济数据 逐渐逐渐逐渐看 其实这次涉容数据 大家看上去一般 其实我个人理解下来是不错的 理解出来是不错的 这种数据会越来越多的去反映 真实的一种情况 还有一个角度 现在有的时候看国内 包括我们的看半年报的一些数据 其实我们看到的是 因为受一季度的影响 全年的话没有增速那么那么好 甚至有些大家看到的是 相比去年还略有下滑 但是我们要看一下 整个美国预计的经济下滑是8% 其他的地方更多 那我们的经济数据 其实已经是不错的了 另外 最新出来的美国 我们看到好多 在国内有很多业务的一些大的集团 比如说我们看到的是万豪 我们今天看到好多数据 万豪 像星巴克 这个四个财团 所有的这个四个财团 二季度在 就是国内的这个数据 都是非常漂亮的 而同期 所有他其他地区 都是一塌糊涂的 那么我们要比的是什么呢 就是通过这些数据 我们侧面反映 就是说第一 我们是不是在复苏 第二 我们这种复苏 在全世界范围内 处于一个什么水平 那么我们还是说了 之前我们认为市场上涨的 四大里四个角 有一个角 当时我们说了 就是有点坡 所以市场在震 但是核心的 就是我们是不是引领 世界整个世界 现在经济的一个复苏的 我们是不是还是排头兵 只要还是 那这个钱毫无疑问 还是会选择在我们这里 那他的北向 就算短期 他有变化 但是他的大趋势 他暂时不可能有大的变化 所以只要有这些基石在 市场呢 不会跌很多 这句话是说 中期还是看好的 对 中期还是看好的 至少我觉得 不一定会跌很多 另外还有一点 前两 上周四的时候 我记得 我们做节目的时候 我做节目的时候 因为那天正好 大半是跳功低开下来的 我当时这个 给的观点 第一个就是 这个缺口什么时候补 几天补 补不补 当时我们就这样一个观点 对我来说 如果缺口 那缺口理论 因为我说了很多次了 缺口理论当中 留下缺口 三天不补 实为有效 那三天如果不补 那对不起 这个如果翻下来 那我是要 不说卖光 我至少会 我至少会轻得很多很多 但是好在呢 是昨天 总算下来之前 缺口补掉下来的 那对我来说 可能我更多的就是 也夹点拨断 或者是说 我会控一下仓 但我不会去轻仓 或者说 把仓务加到很低 很低的水平 那我会觉得 情况会略微好一点 所以就是说 成交量在这个地方呢 我是觉得 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不认为说 市场在连续缩量以后 很快就是 毫无征兆 或毫无什么 就慢慢慢慢就得起来了 还是要看那批活钱 什么时候 从那些地方出来 然后呢 市场上 其他的各种板块 这种短期之内 瞬间被抽掉的 那种流动性造成的 亏钱效应 什么时候 能够慢慢慢慢弥补下来 那我觉得 这才是市场能够 就从始绅始 短期来说 我至少我现在觉得 换着我 我再多说一分钟时间 简单一点 我做盘子的人 我现在就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 就是前期是 现在仓位怎么样 不是特别高 不是特别高 打算加军工和农业吗 我军工用 对 提到这句我还要插一句 我们买军工的时候 一共买过四个 我们减军工以后 减成一个 但是我从微博上和很多 就是说个人投资者 交流下来的感觉来看 他们做法是 他也会卖军工 他觉得涨得高了 他也会卖 但他卖完了以后呢 他不会把军工抛掉 而是把军工换到 其他的军工上去 最后变成 他的仓位是不变的 但是品种可能 走一个两个 或者三个四个 变成只有一个 这个我觉得 这是一个核心的东西 也就是说 你不一定能够守住 你这轮军工上涨的利润 而这个 由于你在高位换仓 或者加仓完了以后 如果你只要不是低位拿到的 最后你的利润擦完了以后 甚至有可能出现亏损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另外我还要说 就是做盘子的人 他是怎么想的 如果你们的钱 一直在那边不动 或者是说 就像前两次一样的 打到后面变成 你一枝独秀了 成交量缩掉了 那对我来说 我只有两条路 第一条路 报销费 维持我的仓位 第二条路 降仓 等 我只有两条路可以选 我不可能说 这个 在 打不了那些品种的情况下 我还要留着高仓位 去吃你的这种波动 我是不愿意的 那其实秦俭 刚才他说了一句话 说他的选择 其中有一个就是报销费 现在有人说 是不是除了这个创业版 这种C位票和地价票 这个资金四散开来之外 还有 是不是消费抱团也要瓦解 才能有下一波行情 我客观地说 如果不考虑任何估值的情况 仅从交易角度上考虑 我昨天自己都考虑过 是不是要买点消费 去对冲 因为机构的方向是很明显的 他们现在就在对冲 我昨天看我差点就去买青岛啤酒 因为你看那个图是很明白的 就是说 机构在别的地方下了仓之后 他们是选择了继续在消费里面去冲 我觉得不排除 我觉得不排除在别的地方不行的时候 机构会继续加强消费的抱团 甚至于再往上打 而且还有可能有一些 比如说那边 尤其是大游资 其实大游资遇到这个强情是很难受的 就是你别看那些二十二十的 其实大游资是蛮难去玩这种东西的 因为当量深的 除非他先手 因为他也很难先手 因为下面没有量 你明白我的意思对吧 一扫扫起来 当他的量 就是过去是一个票 比如说 像比如 过去贴三送这样 他当中会有空板 然后打到一个地方放量 当这个量足够大的时候 适合一线油脂上了 一线油脂进行接力 这时候我们通常看到 比如说 那个光企技术 他们都是这么大的 对吧 北斗心通 那都是这样的 就是他们可能下面没法玩 但是到了上面空板之后 开板急剧换手 这个时候他们把重码结果 然后再做接力 但是这种二十二十二十 就麻烦了 当他们开始发现成交量 达到他能做的时候的 他们因为都是买一个票 你看他们打中奖 两亿啊 三亿 两亿三亿这么玩 当他二十二十 打到他能做的地方的时候 这股票已经三倍放好了 这个再接力 难度就比较大 而且因为那些票 本身的质地什么的 对于他将来在卖什么的 我觉得都不利 所以大油资也存在一种选择 就是说在后面 其他地方地方不行的时候 去帮消费股加速 就和前面帮疫苗股加速一样 我觉得仅从交易角度上来说 我客观地讲没有错 但从我个人选择上来说 我是不会买一股消费股的 就在这个位置上 我是不会买一股消费股 逻辑是有的 有逻辑是有的 对 但是我这个人 就是每个人 不会买是买不下手 还是说 我觉得都要有底线 就是这种东西 你仅从交易角度上来说 是可以买 但是如果你养成这样的习惯 就是明知道这个东西 它可能是最后一下了 或者说是 泡沫特别大 非常的危险 你让我再去买 就为了明天跑 这个我觉得 我是不会去做这个事 但我要客观地 从交易角度上来说 这种可能性存在 而且概率还不低 这一周我们看到整个市场 在筹码博弈过程当中 这种资金的涌动 还有新的一些现象 机构在做什么 这些大油资在做什么 小油资在做什么 我们普通散户在做什么 可能一下子变得 纷繁复杂 所以这一周 大家看下来说 有点迷茫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还要认真地分析市场 好了稍事休息 一会儿我们来和大家 关注一下新能源车 整体的一个汽车行业的 一个变化 一会儿回来 大家好 我是黄伟 炒股不能凭运气 要靠好的方法 那我会把我实战中 日常讲解的 三洋开泰抓超跌 介绍给大家 现在扫码领取一份 跟着我一起抓超跌 三洋开泰抓超跌 贴近盘面的场景教学 找到案例股 分析各股的超跌形态 和放量规律 教你掌握超跌标的 核心炒作逻辑 把握到手的反弹机会 没有逻辑 寸出难行 眼睁睁看反弹 却总是追高被套牢 如果你依然没有好方法 建议扫码领取 三洋开泰抓超跌 我们教你学逻辑 明明白白做投资 通过每日视频教学 案例股总结讲解 理论结合实战 提高你的选股能力 同时黄卫老师 还总结了四种 经典买入形态 和五种卖出注意事项 轻松把握买卖节奏 现在扫码领取 找准机会再做交易 王哥 我最近特别愁 怎么了 最近投资特别不顺利 眼看着行情走得好好的 结果一买就跌 一卖就涨 可愁死我了 赶紧给我支支招吧 做投资 不能一看涨了 就连忙追高 一看跌了 就马上割肉 什么时候买 什么时候卖 都是有讲究的 你真该学一下 关键点位买卖法 关键点位买卖法 是啊 这个方法 是专门用来捕捉 买卖点位的 遵守线上阴线买 线下阳线卖就可以了 那你详细给我说说呗 这样 我发你一个微信二维码 你扫一下 就可以马上领一份 关键点位买卖法 方法怎么用呢 里面写的都很详细 还结合了大量的 实战案例分析 太好了 是用微信扫描一下 这个二维码就行了吧 嗯 这个资料挺抢手的 你赶紧去领啊 好 我马上去领 立刻扫描屏幕下方 二维码就可以领取 关键点位买卖法 好 欢迎回来 欢迎继续关注 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 那其实刚才我们在 对整个市场 做分析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的这个观点 慢慢地出来了 他们有一些 这个未来投资方向 一会我们在互动当中 分分他们几位 其实在诸多利好因素的 共同作用之下 今天早版A股的 新能源车板块 应该是强势拉升的 有多支个股打到涨停 消息面上 今天早间 国家统计局公布了 7月份工业企业的 利润数据 其中呢 汽车行业受益于销售回暖 和投资受益的增加 利润增速 由6月份的16.9% 上升到了125.5% 另外呢 隔夜每股 新能源汽车的龙头 特斯拉又出现大涨 盘中呢 一度达到了2166美元 这样的一个高度 那市值呢 一举突破了4000亿美元 已经超过了 零售巨头 乌尔玛的一个状态 那多家机构认为呢 新能源车是确定性 极强的高成长的赛道 今天呢 我们也看到 新能源车的一些标的 我们做了一些梳理 像华友孤业 韩瑞孤业 天气里业 干风里业 这是上游的 另外呢 新能源车 中游动力电池和电池材料 主要的标的有 宁德时代 恩杰 新元材质 荡升 一维里南 国旋高科 还有新旺达 这是新能源车 中游动力电池和电池材料 的主要标的 那王伟 对于新能源车来说 这种确定性的题材 在市场当中 它是反反复复 那么现在当下 在这个时点 特斯拉已经创出历史新高了 4000亿美元的市值 那在A股当中的 新能源车的一些标的 能做一些关注吗 新能源车可以说 作为未来长期一段时间内 长期一段时间内 都是可以重点关注的一个方向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其实我们看到 首先这是一个政策的导向 第二个我刚才也说到 它其实属于一个 消费的一个范畴 历史上我们看到 美国美股 其实最近70年 可以说是 它的年化收入率 最高的板块是两个 一个是消费 还有一个就是科技 而新能源车 又兼具了消费和科技的 一个共同特点 这是一个特点 然后另外一个 但我重点关注的是 新能源车当中 中游的一个电池 离电池板块 以及下游的整车板块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大家能感受得到 就是你汽车 不管新能源汽车 还是燃油车 它其实都是开 对吧 而且里面的发动机 或者是电动机什么的 都是基本上已经成熟了 现在唯一能改变 它的一个科技 或者是转变 真正的一个 翻转来讲的话 应该是 是以电池为核心 而且电池是可以更换的 更替的 所以在这一块 我们认为 离电池 未来将会载新能源车 不单单 其实是不单单 我们四轮汽车 包括我们的两轮汽车 现在都是千算电池 未来环保也好 环境保护各个方面 政策也好 一定是要 这个离电池这一块 是必须要有发展的 另外一个整车部分 就是考虑到我们 老百姓的消费能力了 只要消费能力提升 而且目前可以说 应该也是在逐步的提升 我们中国现在 也是在搞双循环 最重要的就是提升了 国民的可质配收入 收入上来以后 对于新能源汽车这一块 我觉得更多可以换车 而且国家的政策支持 包括减税政策 财政扩张 以及新兴产业链 居民的收入等等 发展 汽车消费应该速度 会更快一点 不断地加快 所以中长期来讲 整个新能源汽车板块 还是应该有可圈可卷的 一个地方 刚才我们也在关注 新能源这个全球和 海外供应链 细分龙头的情况 当然首先是宁德时代 然后伊伟里能 小恩杰 普太来 新咒邦 三花智控 托普 还有这个柯达利 这些也是新能源汽车 全球和海外供应链 细分龙头的一些基本情况 供大家参考 新能源汽车 我们在节目当中 反反复复说过很多次 边说这个特斯拉 就边创了这个历史新高 当然在这个赛道选择上 它这个整体二级市场的股价表现 它是有反复的 从逻辑包括从资金的需求上 我们要重新审视 好了稍事休息 一会儿来看看大家互动的情况 大家说今天是军工专场 可能问军工的非常多 刚才已经给大家做了解答 如果您是没看到的话 您可以看回放 当然还有人问说 这些创业版的资金流出之后 会不会再回到科创版当中 因为都是20% 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 一会儿两位做一些准备 做一些回答 一会儿回来 王哥 我最近特别愁 怎么了 最近投资特别不顺利 眼看着行情走得好好的 结果一买就跌 一卖就涨 可丑死我了 赶紧给我支支招吧 做投资啊 不能一看涨了就连忙追高 一看跌了就马上割肉 什么时候买 什么时候卖 都是有讲究的 你真该学一下 关键点位买卖法 关键点位买卖法 是啊 这个方法是专门用来捕捉 买卖点位的 遵守线上阴线买 线下阳线卖就可以了 那你详细给我说说呗 这样 我发你一个微信二维码 你扫一下就可以马上领一份 关键点位买卖法 方法怎么用呢 里面写的都很详细 还结合了大量的实战案例分析 太好了 是用微信扫描一下 这个二维码就行了吧 这个资料挺抢手的 你赶紧去领啊 好 我马上去领 立刻扫描屏幕下方 二维码就可以领取 关键点位买卖法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老凤翔 做波段 股民朋友们都想做到高抛低息 但往往却总在追涨杀跌 为什么 可能因为你还没有掌握 ENE轨道线买卖法 这个方法重点在于 一个指标 三根线 通过观察股价 是否打到上轨 中轨或下轨 就能帮助你判断关键信号 现在扫描二维码 立即领取去验证 此次我们在1.0版本上 进行了全新升级 新增20个实战案例解析 理论加应用 满满50页的战法精华 将如何设置指标 使用方法 重要口诀等等 全都描述得清清楚楚 一看就懂 立即扫码上手使用 让你轻松识别出 释放买卖信号的潜力标的 近期市场活跃 不断性行情机会增多 先任一步掌握 ENE轨道线买卖法 说不定就可以发现 关键信号 马上加入不断博弈 赶快扫码领取 好 欢迎回来 欢迎继续关注 我们的公司与行业 互动开始 那秦谦刚才就有人问了 既然都是在关注 20%的市场集会 那这段时间 科创版的跌幅非常大 有人问中芯国际怎么看 有人问像康基诺这种 下跌比较多的一些个股怎么办 说这些相同风险偏好的资金 会不会回流到科创版当中 首先大家要知道 科创版跟创业版 就是注册制改革之后的创业版 在交易制度和门槛上 是有一些区别的 就是以目前现行的制度来说 在投机价值的角度上来讲 低价创业版这边 比科创版来的有利的多 对吧 包括它的价格融资制度 跟科创版不一样 这个我觉得节目 我前面我节目说过了 我就不说了 另外一个在门槛上 是不是 创业版的门槛是十万吧 科创版的门槛是 现在还是五十万吧 对还是五十万 它开户是五十万 就是 是那个 不能那么说 散户投资者 喜欢高弹性交易的散户投资者 对创业版来说更多 科创版 它的门槛比较要高 那么有些人 它两块钱的创业版 它可以买好几手呢 是吧 但是你让它去买 一百块钱的科创版 它连开户的资格都没有 所以在这两者的比较上来说 以目前的制度来看 创业版有优势 那么会不会分流一部分资金过去呢 我认为阶段性的 会有这种可能性 因为前面科创版正好也跌了很多 它有本身有超跌反弹的要求 那今天这个户归产业 包括像中微公司 包括有好几个这种科创版 都出现了这种超跌反弹的这种迹象 但是我说了下一个句 但是第一 科创版前面跌得太猛 一次的反弹 其实满难扭转这种下跌过程的 它可能需要反弹 再探底缩量 可能才能完成这个整个的一个调整的过程 它跌的确实力量相当的大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像中芯国际啊 像户归产业啊 这种票都是跌的力量过大 整个的趋势跌的都有点 损伤比较大 一般这种损伤比较大的 它的企稳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如果你只是做超跌反弹 那我建议你就是找那种 跌的特别快速 然后比较有名气 大家注意啊 要有名气 因为现在股票特别多 你到一个冷门的地方去打反弹 一定要注意这个票 大家都要认识你 对吧 比如说疫苗反弹 你可以去打康西诺 因为大家认识你 你不要打个其他什么科创版 什么什么生物 那就不一定有人认识你了 都跌了很多情况下 可能没人管你 对吧 那你如果打 为什么户归产业反弹特别多 它天生弹性就高 另外一个 它前面大家都很有名气 因为知道户归产业特别猛 长起来弹性特别高 大家愿意买 对吧 那现在看来只是过去一些资金 只是打反弹 还谈不上其稳 但我昨天 我为国商业讲 我说我要去研究一下科创版 因为好像跌了蛮多的 那个投机资金 绿的比较干净 那我觉得如果第二个底部形成的话 科创版会有一些好的票 能够浮出水面 大家可以到时候再去关注 做反弹的思路 我不建议去做科创版 我觉得你现在有这种想法的人 是什么人呢 就是他没胆子做那边 创业版的筹码博弈 他就想去那边去蹭一下 其实这种思路 在做这种东西的时候是大忌 就是我们做这个东西是这样的 要做 我就挑那个核心最猛的去做 要么我就不做 对吧 不要又想做 这个是又想做 又想去贪那个二十的弹性 又没有胆量去做 最核心的品种 就像比如说做军工的时候 又想挣钱 又不敢上那个核心的几个票 就东撑一箱西撑一箱 你最后会发现 那些票没怎么涨 比如说传播里面有些票 根本就没怎么 一跌跌的它比别人多 就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个 很忌讳的想法 不要有这种想法 你就是封篇 你要不要飘移 你不是那个封篇的 你不是那个封篇的人 你看着人家又馋 我们都有提前有准备的人 发现不是我封篇做的事情 我马上就撤了 我也不去采那个二十 对吧 没有必要 还有一位朋友 两位朋友在刷屏 一位写白酒白酒白酒 另外一个是工程机械 工程机械 我相信这两位都是 看好的行业在坚持 对不对 那在这两个行业的选择上 吴文昌给一些建议 你们就别刷屏了 听听吴文昌怎么解释 我觉得这个中国的核心资产 肯定不能都是酒 这个我们之前就说过了 这个茅台是好东西 这个很多酒是好东西 但是呢 它不能这个占了很多 其他核心资产的量 资产的道 这个我对酒是这么判断的 这个第二个呢 就是工程机械 那你后面GDP 对吧 这个本身就是需要有恢复的 这样一个过程的 而这种传导 本身就是需要有传导 这样一个传导过程的 那也就是说 你钱从银行里出来 出来完了以后 你投项目 投完项目以后 他雇工人 雇完工人以后 工人拿到钱 然后去进行消费 这种才能促进 像过去一样 钱出来不进消费领域 只进某些地方的 这种情况是没有用的 所以我觉得 后面一个 我可能支持一点 前面一个呢 这个我保留意见 好的 供参考 好了稍事休息 一会儿是明日市场前瞻 一会儿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全使用燃气 营造美好生活 老辣 多一份陪伴 防止家人 踏入陷阱 风帆非法集资 希望我们每个人 尽忠成瘾 博士千万家 有国才有家 博士家 人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的城市 人人都能有序参与治理的城市 人人都能享受品质生活的城市 人人都能切实感受温度的城市 人人都能拥有官属任鸿的城市 人民城市 人民建 人民城市 为人民 跨越三个世纪的经典 老凤翔 想装修 来极佳精装 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或拨打电话 5888228 立即报名 签约即可获得装修大礼包 极佳精装签约即享六送服务 送价值 两万八千元 全屋智能系统 送宝洁 送仓储服务 送十二件套家具 送三副装帘 送菲利普55寸电视 五不限 全无不限用量 一 插座数量不限 二 电线米数不限 三 水管数量不限 四 涂料平方不限 五 扣板面积不限 想装修 来极佳精装 现在拿起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或拨打电话 5888228 报名咨询吧 品质生活就选几瞎精装 欢迎回来 以后不鼓励刷屏了 以后刷屏我们再不回答了 刷屏态度 王伟看看明天整个市场的变化可能 明天怎么说呢 如果只能说 完全从技术上面来说 我认为主板 两个方面 主板和创业版 主板上面应该回一回 继续再回一回 因为成交量还是不足 而且从周线上来看 主板已经是四连扬 周线四连扬 那这周然后音箭也很正常 但是刷业版呢 现在是周线是三连音 再来一个 现在人类自己在制造一个魔鬼 把金融越玩越大 因为上市本身 它不是目标 它只不过是 做成一个好银行的必要条件 财国里的市场 确实运于有极大机会 是一个一片蓝海 我们要从国外学习 最适合中国的经验 你只有真正的债务评级 等于是帮助了国资者 是哪去来辨别 这个企业的信誉程度 应该要成为一本医生科学师 讲究我们医术要经代 医患之间 共同的敌人是疾病 还是有很多真情在里面 先进技术一定是病人获益 他就是要说你 我应该给他机会 你必须把这个职业 作为一种使命担当 小心 你看我这眼神 小心手 回来了 杨菲生怎么还没管呢 先别管 怎么了 营造美好生活 大家好 我是张瑶 选股的方法有很多 但是想要把握四层热点 抢占买卖先级 那么龙虎宝数据 你可以了解一下 今天我就把这套实战中 经常会用到的龙虎绝经战法 分享给大家 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 马上领取龙虎宝选股技巧 龙虎绝经战法是张瑶老师 二十多年股市经验总结得出 专门教大家通过龙虎宝数据 判断油资大佬的操作风格和特点 从而快速筛选出具备上涨潜力的标的 有没有帮助扫描二维码试一试就知道 短线炒股技术指标常常是真 只有跟上主力资金把握市场热点才是王道 现在就扫描二维码 不仅教你通过龙虎宝挖掘热门板块品种 还有大量实战案例 以及老牌油资操作风格解析 满满的技术精华 赶紧扫码领取吧 我先讲品质十年保证米兰斯沙发 畅想零靠墙距离给您增加空间 米兰斯沙发采用进口牛皮匠心品质 舒适环保米兰斯沙发华而不贵 做老百姓买得起的好沙发 米兰斯直跟上海 创于1999年上海人做出来的品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全球央行年会即将召开 展望未来十年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市场近代鲍威尔历史性演讲 A股缩量反弹 互质涨0.61% 科技股卷土重来 市场回暖 赚钱效应走高 7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19.6% 增速创下两年高位 经济复苏势头抢劲 东方明珠联手央企中国电科 正式成立合资公司